嗨,各位小朋友,你們好啊 好開心在這裡再見到你們 今天是動畫也說話的主題系列的最後一個講題 是啊,透過這個主題 神只用聖經的動物和昆蟲讓我們知道 神愛我們和教導我們如何作為實的兒子去回應它 從聖經中那麼多的動物 好像鷹、羊、甲子、蜘蛛、牛等等 身上我們學了很多東西 我們很開心啊 我們覺得好像去了動物園一樣 我在裡面發現了他們都是神創造的 動物園? 咦?想起我小時候很喜歡去動物園的 我很喜歡看大笨像 還有一條頂身上貼花板的長頸鹿 還有會拍手的海獅 我每次去的時候,有一件事我一定要看的 咦?我也是啊 如果我沒有去看過牠的話,我是不會走的 在動物園裡面,你有沒有一隻動物呢? 每一次你都要去看牠的 我猜我們都在想同一隻動物 咦?不如我們數三隻之後,我們一起說出來,好嗎? 3、2、1 獅子! 講起獅子,就令人想到強者有能力 威武的,以及深能之王 對呀,獅子 你知不知道聖經裡面的啟示錄 神用獅子來描述耶穌? 耶穌?是強者?同有能力? 嗯,我想用獅子來描述耶穌是最好不過的了 嗯,對了,你剛才說啟示錄 這個聖經最尾一卷書是很神秘的 我知道啟示錄是有點難理解的 神做了一個很美的景象給約翰看 用啟示錄來啟示耶穌第二次在留的計畫 叫相信祂的人有盼望 在啟示錄第五章 約翰見到一個坐在寶座上 右手拿著一卷書 而這卷書兩邊都寫滿字 而且還用七個印來印著它 接著他見到一個大有能力的天使 大聲地說 誰配得打開這卷書 拆開這封印? 因為沒有人配得打開這書卷 約翰就哭了 我們一齊看看下一次聖經是說什麼 好嗎? 天使,你可不可以幫你讀一讀嗎? 嗯 嗯,啟示錄五章五節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 不要哭 看那那從猶大之派出來的獅子 大衛的根 他已經得勝了 他能夠展開那卷書 誰能拆開他的七印? 蛤? 誰會打開那卷書? 耶穌真的叫猶大的獅子? 誰是猶大? 對啊 咦,看來你有很多問題 耶穌曾經被指為猶大的獅子 其實我們都可以在創世紀第49章裡 可以找到耶穌被形容為猶大的獅子 當時雅各就即將離世 他就叫他的子女來到床邊 說給他聽 他們日後會遇到的事 當然啦 這些語言是從神而來的 當雅各走到猶大的前面的時候 他就說 大是頭小獅子 有一天他會制服他的仇敵 離賽亞必從他的後代而出 哇 原來神應許的救世主 早已在創世紀那裡提及的了 神猜派他的獨生子耶穌 江西成為人 然後他勝過罪和死對人的合制 真是好似雅各所說的 耶穌是猶大的獅子 嗯,是呀天賜 請你們幫我再讀下一節 剛才我們知道耶穌是猶大的獅子 但耶穌沒有像獅子般出現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嗯,我會再讀一次第五節的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 不要哭,看那那從由大派出來的獅子 大衛的根,他已經得勝了 他能夠剪開那書卷 誰能拆開他的七人 我又看見在寶座和四個活物中間 並且在中長老中間有羊羔站長 將士被殺過的 蛤?羔羊? 嗯,我想見到耶穌好像強者獅子一樣出現 為什麼現在說他像一個很溫順柔和的羔羊? 耶穌不只是一隻可愛溫順的羊 他還有一隻被殺的羔羊 你知道耶穌來這個世界是為了我們的 嗯,他為我們贖罪而死 讓我們可以和神和好 是啊,沒錯 在舊約裡,一隻完整無缺的羊 可以用來做人類的贖罪制 在那時候,可以用一隻無辜的羊 替代一個有罪的日罪人而死 嘩,我可以想像當時每一天都有很多隻羊 因為如此容易死 我也是這樣想 但所有的贖罪制都不能一次過清除人所有的罪 而耶穌釘在十字架為我們的罪而死 祂可以清除我們所有的罪 耶穌就是那隻獻上贖罪的羔羊 所以耶穌又叫做神的羔羊 嗯,三日後耶穌復活 耶穌這次就好像強者獅子一樣出現 祂呢,勝過罪和死亡 讓我們可以永遠和神和好 勝利就在於耶穌首先好像羔羊一樣 獻上贖罪制 我們的神真的很奇妙 祂不單有能力 祂還好愛好愛我們 祂真的很配得我們去讚美祂 我很想分享《馬太福音》裡說到 耶穌騎勞進入耶路撒冷的聖經故事 當時祂就以神的羔羊形式進入城 耶穌和他的門徒正趕著上去耶路撒冷過月節 月節是猶太人一個重要的節日 祂慶祝神帶領以色列人出拉丘 超過十萬的人會去到耶路撒冷去祝與願節 正當耶穌和他的朋友 走近耶路撒冷的時候 祂就分布兩個門徒去做一個特別的任務 祂說 你們去對面的村裡 你們去對面的村裡 就會見到有一隻龍綁住在這裡 還有其他的小龍在他旁邊 你走去解開這隻龍 帶過來給我 如果有人問你們 你就跟他們說 主需要用它 祂就會讓你牽走這隻龍 兩個門徒進了村之後 你猜他們見到什麼呢 真的好像耶穌這樣說 有一隻龍綁住在這裡 他們就解開一條繩 準備走的時候 附近的人見到他 就問了 喂!你們幹嘛要解開這隻龍 門徒馬上就用耶穌教的方法答他們 主要用它 當門徒這樣說的時候 附近的人就讓他帶一隻龍走 就好像耶穌這樣說 當門徒回到耶穌教的時候 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愛套放在地上 然後耶穌就騎上一隻龍進入城 你知道嗎? 耶穌騎爐進入耶路撒冷 這件事早已經在五百多年前 聖經已經記載的了 連耶穌那時候都未出生 神的英訊真的不會落空的 很多人都聽過耶穌 他們認識耶穌 是因為他說過那些很偉大的教導 行過那些神跡 例如醫好有病的 麻的見到 死人復活 當時猶太人是由羅馬人統治的 他們真的很期待了很久 希望聖經中所提及的尼賽亞 就像王者勇士一樣 來拯救他們出來羅馬的統治 他們真的很期望耶穌就是那個王者勇士 很多人開始做一些由此接待皇帝出巡的事 例如耶穌行過的時候就會叫 我身啊 歸於至高處的上帝 意思就是說 拯救我們 有些人就把他的愛套放在地上 等道子入宿的時候 他的腳不用踩到地上 有些人就揮動棕淚樹枝 又叫又哭 將耶穌好像皇帝那樣本袋 看來好像皇帝巡有這麼熱鬧 這麼開心 而每一個人都很開心 希望耶穌可以拯救他們 當然啦 耶穌來到世上 真是拯救他們的 但是不是從羅馬人手上拯救他們出來 神有更大的計劃 耶穌作為神的高揚 以釘死在十字架上 叫我們從聚終得拯救 死後第三日復活 耶穌就好像強者獅子一樣 讓所有人可以再一次跟神建立關係 祂是真正的萬主之主 萬王之王 我喜歡他們讚美神的方式 但是同時我也有點不安心 因為他們不知道耶穌進入耶路撒冷 是以神高揚的形象 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的 我同意 而且我們有神給我們的特權 祂真正認識耶穌 透過獅子 我們發現耶穌的能力 就是永恆的王時刻保護和看顧我們 嗯 我們能透過相信耶穌 好 猶大獅子 他的能力可以幫助我們 勝過困難和克服恐懼 而透過神的高揚 我們發現神的恩典 永恆救主耶穌 我們就是神所愛 而且屬於祂的 所以我們應該向其他人 分享耶穌的愛 不如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一起祈禱 謝謝耶穌 來到這個世界 做我們的王 謝謝耶穌 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 因為你就是屬罪的高揚 謝謝你香顧和保護我們 因為你就是猶大的獅子 我們愛你耶穌 我們敬拜你 因為你是我們那位大有能力 而且愛我們的主 奉主名求 阿門 嗯 不如 我們都開開心心地讚美神 就像仗像聖經中的人一樣 謝謝耶穌 我愛你 嗯 謝謝耶穌 我的媽媽 加我零用錢 還要多於阿姐姐五元 什麼呀 我很感恩的啦 哈哈 好啦 各位小朋友 你今天就會怎樣讚美和尊榮神呢 謝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